手竿钓30斤以上的连拥是什么体验 让我失眠的体验 说不定40斤呢 我今天带大家去钓着看看 那是你哈 这就是今天带我来钓这个 手竿钓巨型连拥的那个大龙 是我来的一个粉丝啊 先把你那个鱼给我看一眼 哇这真有没有撑呢 有撑 你把撑的给我看一眼 40斤 撑的撑上40斤 这叫人有点兴奋了 就是在这里钓的吗 是的 就在这里面 这个小水面那还有吗 有肯定有 就那些看你本事能不能钓起来 有肯定有 但是看本事 对 这个他能钓上来 他要看看我钓不要的上来 明显的挑衅呢 我今天就要试一下 说不定钓个50斤的呢 就是在这里钓的 这里有多深呢 这里4米深 有4米深 哦 4米深 这个水面这么小 也只能在这个位置 其实那个位置也挺好 那里有树 就这里 就这里 开干开干 就这里 拍三杯 多开一点 说不定三杯就完成任务了 30斤一样的连用啊 我就钓过一次 大概有35斤 也只钓过一条 今天说这里大的还要40斤 一夜未眠呢 就是为了钓这个鱼 今天用的七面二的浪尖植物啊 7号主线 5号紫线 5号新关东 然后呢 如果拉不住 还有8号主线 6号紫线 11号伊士林 钓这个大体型的连拥啊 刚开始还是尽量用这个虾枪板新关东来钓 这钓子只要是钓正它正嘴的位置 一般的来说 三四十斤的连用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没勾进正嘴 你要是挂在身上或者哪里呢 那肯定容易开 如果用伊士林的话 它钓子重 如果这个连用它不是太开口 吸的力量不是挺大的话 它的信号就不是太好 开好了就这一抖 抖得像棉花一样 哎呀 这个 别说连用 是我的想吃肉松排 肉松啊 这 哎呀 这完全立光 看不见 像这种小水面 藏聚物的地方 肯定聚物就不会特别多 要不停地抽 一定要把鱼抽到屋子里来 可能抽半个小时都不一定有口 刚开始耳上大一点 这 小鸡蛋 小鸡蛋 走你 别地方的鱼可能讲多少斤多少斤 这里面估计是讲条 是可能有多少条 你看那对面呢 有一个人准备钓的 你看钓着那旁边那三个人呢 拍的整齐步呢 从姿势到角度 几乎都是完美的 小动作了 小微跳没打中啊 有个小动作 不是大盾口 幅度也还有点大 没打中 哇 老温 鱼进屋子了 怎么这么多泡泡啊 突然的 换一只杆子啊 里面有小信号 小信号总是揉揉揉揉揉揉揉 我怀疑是我那个县阻太大了 我还是换成小一点的 换成那个千圈里四 然后县阻换成六加四的 先试一下 哪怕断的都要先试一下 哎呦 不出了吧 你这个大的杆子它就不行 你换一个小线它就来了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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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啊 这鱼它就是这样 这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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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有可能起不来 哎呦 我要下来 我要下来 它越慢力气越大 这你看没有 它都没发力 哎呦 发力了发力了不带 控不住啊 快过来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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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别发力 .» 这越危险它越稳越危险 因为这民家不知道这个鱼多大 哎呦不要这样 快快回回回回回回回 对对对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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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过来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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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完了啊 就这样好一会好一会 好一会好一会好 我就说了换个小线了 它就种了 搞个大线掉半天它不种 要命了这要命要命要命 哎呀我要下来了 快把这个纸线我拿走 哎呀 这完全不能追那发力啊 就像钓青鱼 哎呀你别发力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 这边这边哎呀这边这边 完了完了完了 中坚持回来回来 我来我来我来 这得20分钟啊 我不敢给它拉知道吧 你一拉它翻脾气了你这秒气 这这这这这这这我没给你拉 你回来 哎呀 哎呀你回来呀乖呀 来来来起来让我们看一眼了 两个像预备哎呦又下去了 哎在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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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叼个头叼个头 哎乖乖乖乖乖真听话 看不到看不到 哎呀看到了慢慢的看到了 看到没 哎慢慢的看到了 哎我的朝里面朝里面出来 朝里面出来啊 朝里面出来啊 让开让开我也推到后面去 我看一眼多大不行吗 哎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没有 这准备抄斩这种针口啊 准备抄啊 准备抄准备抄准备准备抄 呃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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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脑袋好大好大好大 我这绝天性巨型的 哇哈哈 趴运头 吊着正上载转看见没有 如果不是吊着这上载转 你起不来的 哎看看这个日度了 二十七鱼第一条 前菜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鱼 二十七鱼比大家想象中也大很多了 我先撞到那个超级大鱼户里面 说不定等会钓一条 我也跟他比较一下 这个溜鱼技巧差一点的 这个鱼完了 溜这种鱼最大的特点就是 不能让他出水 你让他一出水 他往前一冲 呃呱呱呱 不是线就是竿子就是狗子 中间溜的时间太长了 现在窝子里面没有鱼了 也连续抛几个人要鱼 我尽量新的平复 哎呦我活 对面我活了 看到没有呢 就是一瞬间就我活了 你多溜一会再我活也行 你看对面那个人一钓条鱼 把线切了 那个穿白衣服的 马上就跟他讲 让开让开让开 直接把它推开了 说我来 好现在开始穿白衣服的表演了 我说轻轻一打扮 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 千万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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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乖 千万别拔笔记 哎呀你看这个雨几大 你看着没有看着没有看着没有 哎呀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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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快 拉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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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得起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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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完了开始发力了发力了发力了 别别别别别别别发力被发力啊 我保重把你叼下去放掉 哎呀呀呀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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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法律别 这个溜鱼千万不能让它出水 哎呀这不行 左边左边回来回来回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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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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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呀呀 开心里、开心里 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 我累死了 这还得几个回复 这只会比上面那个大 不比上面那个小 看那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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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一下这是什么鱼 哎呀 你让我把你钓起来 我一会就放呢 你做点好事 好了好了好了 他又回来了 这个脑袋 看都没有 他现在一出水了 进去不大了 知道吧 他现在进去不过 再不能让他下去了 我的 你起 你起不起 最后过他头一抬下就没事了 哎 头抬下来了 再不能让他下去 再不能让他下去 你跟我起 快快快 往前推啊 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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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动手了 动手了 摩着凉了 哎呀 好宽 好宽 哎呀累死我了 心里报表 真嘴 看见没 你不叫真嘴 你弹都不弹 这鱼还能起得来 你比我弹 这 这来看看有多重 来来来来 快帮他看一下下面这个秤 包了 包了 应该给过头 啊 打个打 过了吗 你过了 你过了 过了 过了 哎呦 我这两个 你应该把他打满了 好骨子 一二三 哈哈哈 哎呦 放了放了 这个包不动他 哎呀 放了 哎呦 哎呀 太爽了 我这掉这个链子 进于抖音680天 粉丝突破了2000万 很多人都在肯定想 说这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粉丝做到2000万 一定会有很多的感受 是 的确有很多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 当然是 欣喜 应该准确的说 叫欣慰 为什么叫欣慰呢 因为有这么多人 来认同我 就是这么多粉丝 他居然关注我 他认同我 这是我非常欣慰的一点 当然 还有个很重要的感受 就是累 呃 可能 你们有时候 在这个视频上 胆胆的看到十几分钟 我一个短视频 十几分钟的时间就看完了 这中间我钓了很多鱼 我钓过很大的鱼 也钓过很多的鱼 也盘过很多的老板 啊等等等等 可能都看出来都是一些很很精彩的这些画面 可惜很少有人知道这画面的背后到底有多累 呃 作为一个快五十岁的人来说 我本可以到了一个退休的年龄 因为做了这个 一二十年的余剧 呃 虽然没有赚很多的钱 但是这个钱 给我自己养老肯定是没问题的 六百一十八天 也就是五月份 大概是五月份的时候 我的粉丝就到了一千万 然后到了第六百八十天的时候 也就是呃 昨天我的粉丝就到了两千万 首先感谢这个所有粉丝对我的支持 这个是必须感谢的 呃 你们对我的支持才是我前进的动力 你们对我的认可 才是我继续独立的方向 在晚上我也会有时候也会思考 当我的背 我的脖子 呃 我的手 呃 甚至我的腿 都特别痛 痛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在问自己 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 因为我感觉 我感觉我是在 拿一部分的生命在换 我有时候会感觉到这样值不值 呃 这也会说到我一些亲朋好友 很多人都过一串 说你这么累 没必要 等等 我一直也在想这个事情 到底值不值呢 但是我会跟所有的粉丝想 是值的 当然我们在这个整个钓鱼的这个过程中啊 也碰到很多 我不愿意碰到这很多的事情 不断地钓出比较好的成绩 拍出比较好的段子 一直在坚持 终究会被所有的粉丝 大独色的粉丝辞入认可 这一定是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两千万粉丝并不是我的终点 我一定会继续前进 一定会继续拍去更好的段子 拍去更好的视频 然后把钓鱼的知识 讲解得更好 其实在整个拍的过程中 我有时候一直觉得 我的技术已经讲得非常好了 但是钓鱼是没有致敬的 我一边在这钓 我自己也在进步 我有时候也会对我一年以前的视频 我也会看一下 我说那个时候我讲到了三个要点 其实可能会有四个要点 因为这四个要点 第四个要点就是我在这 不断地钓鱼的过程中 我自己也总结出了一些新的知识 所以钓鱼的路上 我会一直前进 让更多的人 因为我看到我的视频 你去钓鱼 你会得到更多的快乐 这就是我做这个短视频的最终最终的目的 当然我一定会在通过我的视频 传播正能量 注意环保的问题 我会每一次钓鱼 都会把我所去到的这些钓点 我能看到的垃圾 都会收拣起来 已经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用去了 大概一百多个大型的垃圾袋 我们车上长期背的有差不多一人高的 一人高的这个一缩的这个垃圾袋 一个垃圾袋就可以装几十斤那种 另外我也会提倡这个钓鱼放牛 因为我们每个爱好钓鱼的人 说实话 你家的鱼你真的吃不完 另外呢 我也尽我最大的努力 会去做一些工艺 希望更多的粉丝喜欢我 我一定会在钓鱼的路上 一直坚持 谢谢大家